2022卡塔尔世界杯上不知道有没有人对这个回旋踢断球有印象 这个回旋踢断球可是惊艳我好几天呢 做出这个精彩断球的就是这个利桑德罗马兵内斯 也被称为利马又因为球风硬朗 敢抢敢拼又被称为阿根廷屠夫 玉面屠夫 身为一名中后卫利马的身高只有175厘米 对中后卫来说他的身高可以说是非常矮小的 但是他对出击时间的把控上抢实际的拿捏都是非常出色的 身为一名南美球员利马同样拥有优秀的控球及传球能力 利马出道于纽维尔老男孩清训营 虽然他是2014年加入纽维尔老男孩清训营的 但是他2002年就加入乌尔基萨青年队 2006年转投利伯塔的青年队 所以他从小就受了足球教育 17年的时候代表球队出战造成职业生涯除子秀 可是却以0比2失败告终 16到17赛季利马只代表纽维尔老男孩出战过一次 17年被球队租借制同联赛球队国防与司法 因为优异的表现18年6月被国防与司法买断 2019年5月利马与何甲豪门阿甲克斯达成转会协议 利马正式登陆欧洲联赛 很快利马接替了杠离队的马泰斯德利赫特 成为阿甲克斯的主力中后卫 阿甲克斯效力期间利马帮助球队夺得两个何甲冠军 一个荷兰杯冠军和一个荷兰超级杯冠军 2022年下创 英超禁旅数次为利马提供报价 但利马还是以5737万欧元的基础转会费 和1000万欧元的浮动转会费加盟曼联 虽然众多曼联球迷对球队签约这个小个子球员表示不理解 但是利马用自己球场上的表现征服了球迷 单在8月22日迎超第三轮对阵利物浦的比赛上 利马完成全场最多的三次封堵正门 帮助主队2比1战胜利物浦 在第四轮对阵南安普敦的比赛上 利马完成了 七次解围 一次地面对抗且获胜 五次争顶全部获胜 此外他还有四次拦截 帮助球队克场1比0小胜 也因此他当选曼联队内8月最佳球员 国家队方面 17年利马就曾代表阿根廷 于20队出战南美青年足球锦标赛 可惜只有四次出场机会 19年3月利马首次获得国家队征兆 在队委内瑞拉的友谊赛上 完成了自己的国家队除子秀 21年利马以替补身份 随队美洲杯并夺冠 22年6月随队赢得欧美超级杯冠军 11月成为阿根廷出征卡塔尔世界杯26人大名单之一 并夺得世界杯冠军 虽然利马世界杯出场次数不多 但是无论是首发还是替补都贡献出了精彩的表现 尤其是对阵澳大利亚的八分之一决赛 利马替补出场贡献了两次关键解围和一次封堵射门 帮助球队赢得比赛 对阵荷兰并通过点球大战赢得比赛后 利马更是激动的落泪 其实在小组赛对阵墨西哥的生死战上 利马为了救球不惜用头去与对手争抢 事后看这个举动可以说是非常危险 甚至有可能影响他职业生涯的拼抢 这名出身贫寒 小时候经常吃不饱的阿根廷小个子球员 已经成为了世界冠军 而他也只有24岁 相信年轻的他会成为日后阿根廷队的后防铁闸 阿根廷队未来可惜 好了 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 喜欢的朋友点赞关注转发 我们下期再见